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礼拜三我们跟大家来谈一下世界重要的经济趋势 让大家能够掌握先机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请到的这位朋友 他其实住在香港 因为以前都在银行工作 他就比较难得有机会可以来上节目 如今他就比较自由了 现在的title是台湾易康Fintech集团 现在Fintech很轰 还有清新资本首席资深顾问杨应超在我们现场 应超你好 李宗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先恭喜李宗的新节目 谢谢 也很开心 我们这个第一个礼拜就请到杨应超 他刚好这个礼拜来台湾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第二个小时 就跟大家来谈谈最近非常夯的 所谓的Fintech Fint就是金融的意思 Tech就是Technology Fintech 金融科技 那么现在大家都 每个人都要懂得金融科技 每个人都要懂得Fintech 每个人都要抓紧Fintech的这个趋势 那么当然在台湾也不例外 我先想请教一下这个印超 就你自己在金融界打滚这么多年 你怎么看这个Fintech这个东西 而且感觉上我觉得其他的国家 譬如说包括像中国大陆 哇塞那不得了 他们的速度简直就是像这个 怎么讲喷射机一样的快 可是在台湾虽然你说这个东西很红很夯 这个是最重要的 照理讲 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被大陆追过去了 那我们都觉得说台湾像这种东西 应该走在前面才对 可是在台湾 我觉得Fintech的整个的发展的过程 似乎不要说很失败 可是觉得很迟缓 好像做不太起来的感觉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这个Fintech是怎么回事 那我可能先跟立文跟各位听众 先稍微解释一下Fintech这个东西 就像立文您刚刚讲 我们来听听看杨映超怎么谈Fintech 所以大家解释一下 那Fintech立文您刚刚讲 就是Financial Technology 就是金融科技 其实金融科技这个东西 在我们身边已经是几十年的东西了 不是最新的东西 我打比方来讲 就是有金融跟科技 就算金融科技 几十年前您可能记得 那时候ATM刚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方便 好厉害 提款机 其实那就是Fintech 就是科技跟金融结合在一起 对Fintech都慢慢就是取代人力 一些机器电脑能做的东西 另外给你打比方的话 就是我们常在看的电单水单 像我现在服务于易康公司的董事长 杨董事长 他就四五十年前就在做这东西 台湾的第一家电脑公司 叫中华电脑公司 就在你们隔壁 罗斯福路一段一号 那时候他们做台湾的自来水水单 所以我们天天知道水单 其实后面都是电脑在跑 有电脑在查你的水表 查多少度 那当然现在比较新的 就是我们每个月收到的 那个行动电话的账单 因为你想一下 行动电话账单的话 除了说你每个月的月费 你出国漫游钱 短讯钱 这后面都电脑在跑 我们天天在用 只是没想到说后面都是电脑 都是所谓的tech 那你去机场 机场的话就出来心里 在哪里 第几个 转盘 转盘出来 或者你在哪一个登机口 上机 就之前我服务的公司 叫EDS 台湾叫中国家通 就做这种电脑东西 跟中华电脑公司一样 所以做所谓的fintech的东西 在我们做已经很久了 我们都在用 只是没有特别感觉出来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之前没有所谓的小型电脑 也都大型电脑 后来变小型电脑 那现在变成smartphone 手机了 对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是 个人都可以使用 以前就是可能大公司啊 或干嘛的设置的 我们去使用它 现在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随行的iPad啊 那个手机啊 行动 那个notebook啊 对 所以才说 之前在背后的一些科技 看不到 现在就您讲的很好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都在我们身上了 对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fintech出来 就是现在个人化了 是 因为其实2000年互联网出来 那个也是很大的机会 那个时候互联网是桌上新电脑 现在因为手机的关系 所以就个人化了 所以手机大家可以移动 跑来跑去 对 就很多出来的 所谓fintech 那您刚刚我说台湾为什么 比较落后 对啊 我这边也提个东西 其实悠悠卡也是fintech一种 也是一种 对 就是你想fintech就是 有财务金融跟科技 悠卡是很好一个地方 就是你的生活所需里面 我们有很多需要付钱的 对 很有需要运用到我们的这个金融的 个人的这个理财的这个付钱啊 等等这些这些功能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使用用这个电脑 就是新的科技来处理 那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行动 越来越跟着我们到处跑了 对 所以大陆当知道支付宝 对 香港我们叫巴达通 对 台湾就是悠悠卡最早的 是 其实我这边真的想帮连胜文说一些话 连胜文他怎么了 你说悠悠卡呀 悠悠卡 因为悠卡在连胜文的时候是他推行的 其实这个是很难一个东西 所以回答令文您刚问的问题 其实fintech成功 很大部分是要政府的合作 因为很多法律 很多金融法 很多推港 就是因为悠悠卡还好有台北市政府 很多基础设施 对 因为那时候 那个盛文跟我提过 那时候其实他推也很辛苦 还好他的立法院有些好朋友 像赖斯堡之类 就好朋友帮他很多忙立法 所以即便市政府是自己动的 没有啦 就是这个市政府也是自己人 国会多数也是自己人 还是推的很辛苦啊 对 因为换个东西 大家有各个的利益 你悠悠卡出来的话 可能把别的利益就伤害到了 就既得的利益 旧有的这个建制 对 你就变成悠悠卡很方便的时候 就取代了人们 以前所使用的一些东西 那那些人会抗拒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打个比方来讲 像你现在刷信用卡 对 信用卡刷的时候 店家要付两三%的费用给银行 对 悠卡的话 银行就赚不到这个钱了 所以银行一定不高兴嘛 打个比方 重点就在这 是 没有错 所以我才想帮盛文说一些话 就是说 因为是他有这个背景 有些政治的帮忙 才把这法律通过 所以我觉得 现在大家天天要用过卡 真的要记得是谁做出来的 要饮水思源 我等一下做捷运就会用到 所以就回到一文的问题 所以就是 我讲这次就是因为说 因为国家政策很重要 就很像 大家知道我是做科技分析师 对 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最厉害就 孙韵轩 李国鼎 新竹 科技园区 半导体 这都国家推的 国家先推一把 政策出来 然后不管什么 私有化上市 这样就很顺了 对 那我们金融科技 现在就卡在国家 所以我们没有 create一个对金融科技 友善的环境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第一个不懂 第二个怕东怕西 我挤另外一个比方 我今天可能会得罪很多 我们最喜欢这样的来宾 尽量讲 还好住香港 所以还好 Uber就另外一个example Uber的Fintech的一种 就是你手机上 可以付钱 做一些运用 当然我讲Fintech的话 手机转账也可以 股票也可以 Uber也是 就是手机 大家方便的东西 就是 如果你看台湾的Uber 也是一团招 不管是法律 我不说谁对谁错 只是说就一团招 所以很多东西的话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政府很多事情就怕 我常听到一句话说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对 现在普遍公务员的心态 就是这样 何必要被骂 何必要创新 对不对 所以等退休 而且公务员是铁饭丸 他不要犯错 他就可以等退休 他如果多做了以后 多错还被什么弹劾 被纠正 被怎样 他给衰 或者是被骂的时候 长官不高兴 就说你干嘛呀 鸡婆叫我做这个 对不对 真的这样子 所以蛮可惜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金融科技 当然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加入 易康做顾问 就这个让我想到说 十几年前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 因为刚出来就有机会 机会的话 你把握住 可能就可以有一席之地 如果错过的话 很简单的比喻 就像我们电脑 微软 软体 现在错过了 电脑都是软体 都是微软 都是微软 对啊 Intel也是啊 chip 就我们错过的话 人家就一家独大 对 那手机现在也是啊 就是Apple iOS 跟Android 就两家 是 两家独大 所以像Fintech 还没有整个 Ecosystem 整个生物链做好之前 我们如果加点油 还有机会 一席之地 等全部都确定了 什么Standard 标准都出来了 我们就来不及了 所以其实台湾 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 只是机会是越来越小 那归咎于就是说 第一个官僚的保守 对 那政府缺乏远件 没有远件 也没有魄力 因为你有远件 还有魄力啊 就算你看到一个 很好的东西 你不敢做 也是白搭 对不对 是 然后另外还有 既有的银行的力量 的一种阻碍 对 因为现在有出现 非常多的Fintech 是 譬如说比特币 是 这个也是要取代 就有的央行 就有的货币的 这样子的一种 新的发明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或者是说区块链 现在大家也红区块链 那区块链 它基本上 也是要去中心化 它真的就是说 它要解决 这个安全的问题 你不需要靠 相信有一个央行 真正的最重要的中心 就是央行 各国的央行 那因为央行的关系 我们相信 不然这张纸 为什么值100块 为什么值1000块 因为它背后有央行 有政府 所以你相信它的价值 你不会怀疑它 所以 可是现在的 发展出来 这种新的Fintech 不只是刚刚 这个印钞所讲的 它也是个人化了 然后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科技 而且它会去掉中心化 过去的这种 要靠政府 靠银行 才能够有的功能 现在很可能 都会被取代了 这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革命 绝对是 就是说革命 大家会怕 那如果怕的话 就不敢动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 这有点像之前 像柯达 可能记得照相机 柯达 对 那个从胶卷 找到数位化 他们也怕 他们就守成 还有你想想看 大家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 知不知道 以前我们拍照 要有 就是你说的 要底片 要有胶卷 对不对 你要先去买底片 对 然后装在相机里面 有时候忘记买底片 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白痴呢 出来 我还忘了带底片 是 装了底片 拍完照之后呢 你要回去找照相馆 然后用相纸 把它洗出来 你想想看 这中间做底片的 做以前老的相机的 做这种冲洗相纸的 对 现在都没有了 都被取代 所以这些人就会抗拒 就像你说的 会抗拒柯达这种公司 对 柯达像也快没 可能都没有了 都看不到了 以前多大的公司啊 对 对不对 不会有人不认识柯达 可是现在 小朋友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什么柯达 真的 对不对 IBM也是啊 我之前服务了IBM 他大型电脑很成功 对 他就怕转小型电脑 就错过机会了 对 小型电脑就被 被Dell 被HP 被Intel 被Microsoft IBM就很惨 这个时代潮流很快 所以你曾经 在世界的高峰上 如果你一下子不注意 你不愿意跟上潮流 或者你要抗拒潮流 有时候你就被潮流淘汰了 对 对 去台湾这20年也是啊 20年 你跟大陆比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说20年前 台湾去大陆大爷 现在整个反过来了 真的就是 你不进步 人家进步 就被赶上了 所以为什么大陆的 FinTech 可以进步的这么快呢 我觉得大陆 我觉得是不是 一方面 也是因为 他们的银行系统 还不成熟 还不普及 对 所以这种就有点像 譬如说我那时候 去印度玩 是 好 那印度呢 就是一步到位 就很多人 他这辈子 没有用过室内电话 对 他第一个电话 就是手机 是这样的 对 大家一几下子 就跳到手机了嘛 他不需要像我们 这样子 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所以大陆也是这样 那种感觉 大陆跟台湾可能是两个极端 台湾可能是太保守 太注重法规 大陆是另外一极端 是没有法规 所以有点乱的感觉 无政府状态 就在金融这一块 金融科技这一块 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跑太快了 跑很快 之前美国公司叫PayPal PayPal是由公司叫Ebay 创造出来的 就Ebay他卖东西 我卖东西的话 怎么付钱呢 就PayPal 大陆一样 阿里巴巴 支付宝 是这样出来的 那就是一个怪物 越涨越大 就支付宝 其实这东西 是有点不太安全的 因为他后面 没有一个银行 其中来管他 就钱全部放进去 但支付宝不会倒了 假设他倒了 没有人管他 钱就跑掉了 好可怕 是蛮危险的 所以大陆也是 有点头痛 只是这东西 长得太大了 所以就回到说 大陆 因为刚开始因为方便 人多 我还买东西 所以做得很大 另外的话 大陆其实 大陆跟台湾 20年间很像 就是他们就是 动得很快 你可能只要 2030年台湾老板 就提个007皮箱区 世界乱跑 抢生意 就是有这种精神 大陆就就这样子 大陆现在创头 当老板一大堆 有什么东西 就做个网上东西 像Uber 他们叫弟弟打车 你在大陆现在 你没有弟弟打车 你根本叫不到急程车 所以他们脑心动得快 而且很多海龟派 就是跟我这年纪差不多 从海外归来的 回来 对 回来归来的就是 其实英文啊 外面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 从外国超来的啊 就很快速这样子 阿里巴巴去Amazon嘛 他什么土豆就是YouTube 对对对 他的那什么白度就是Google 就是大陆版的 对大陆版 所以很多东西都 他们的市场够大 一下子就涨很快 就涨就涨的很大 市场都在 所以他们就愿意冲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点 跟台湾刚好相反 他是可能经济比较重要 不是政治 就真的去做很多东西 那他们就是动得很快 就像 其实我不知道各位 去过大陆 两三年去是发现 就是 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我都变得太快了 好可怕啊 对就是一直想进步啊 想做 那当然坏事的话 其实冲得有点快 那希望说当然法律周旋 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他们现在 Fintech是没话讲 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全世界来讲 大陆算是走在 非常前面的咯 大陆 其实美国当然更前面了 其实美国Fintech更早 是 那美国是比较法规化 就像我们讲的Apple Pay 对 用Apple手机 这东西就是 很规矩的 那就是慢慢在推 就一步一步的 哦 什么讲的blockchain 很多都美国的concept 就很想好像台湾 这几年也吵得很凶 有关于这种第三方支付啊 或行动支付啊 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看到 刚刚印钞讲的 看到美国的情形 看到大陆疯狂的情形 对 台湾也很想跟进 可是台湾到底是 遇到什么问题啊 就是法规 就是法规 想跟政府开会 然后就是政府正道支持一下 我觉得也不能怪政府 他可能不太懂 有点怕 对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政府官员 我不太懂 那我不敢做 万一我做 做错 怎么办 对 那我觉得 第一个知识要了解 那希望政府官员 多了解知识 跟大家多沟通 所以我刚拿了Yoka 就是很好的例子 Yoka那时候去香港 借机嘛 看他的巴达通 就是一定要做 不做不行 那希望说 做的话就是 可能多学习 多找些对的人来 因为不做被淘汰以后 就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没有行动支付 或没有Fintech的话 都国外的standard 又回到现在PC 微软跟Intel 或苹果 对 像我科技分析师 我很清楚 你PC一台 假设100块 90块都是美国赚去了 Intel Microsoft 对啊 赚那个小钱 代工钱 什么小数据 苹果手机也是啊 对啊 手机那个苹果一台赚 几百块 四五百块 我们红海赚十块 十块不是赚 是他的那个收入 可能赚可能赚两块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谈不加油 也就是赚这种小钱 真的蛮可惜的 所以大陆才急得要 其实大陆很聪明 他知道品牌很重要 就搞个联想 然后华为 什么海尔 他现在知道技术很重要 所以像5G他去主导了 他也不想天天付这些 那个什么royalty fee 给美国 所以你要抓到重点 就像我们台积电就很厉害 你技术全球领先 就不怕别人 我们台湾像台积电 红海公司 真的不多了 那就是我刚刚讲 台积电也是政府 政府帮出来的 对对 没有错啊 是啊是啊 所以政府真的 就韩国也是政府 韩国全力扶持三星啊 LG啊航运 是 政府是很大的力量 可是韩国现在 不仅会这个风暴那么大 然后他们都要查这个财团啊 然后三星最近又这个流年不利 对不对 出这么多的包 那韩国 你看韩国怎么样呢 我觉得韩国 其实 其实他们换总统 就是我觉得会换啦 我觉得他们也改的很快 对啊 对吧 你想这种东西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台湾再怎么样 基本盘不管是蓝绿至少二三十趴 不肯掉四趴 就是韩国 就是总统不管做了什么坏事 不肯一定还是会有那种 打死不退的支持 对二三十趴 不管是谁 就韩国这一点还是比台湾 比较民主一点 对不对 要换就换 对啊 而且全部查出来了 对啊 对啊 查出然后他的亲信 他查出来 我们台湾亲信怎么可能 查出来 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去 讲政治 不过我之前 我现在就是多关怀政治 因为我以前常被一个 很好的朋友骂 他骂我就说 你光懂经济是没有用的 光懂财务 因为经济财务要跟政治一起看 因为两个是结在一起的 不管什么政策啊 像我可以谈到川普利率啊 两个一起看才看得准 所以我现在当我政治总是外行啦 我想多了解 这样对一些政策有感 还是有帮助的 发现很多的经济 真的不是市场决定的 是政治决定的 很多 Fintech就是啊 就很可惜 Fintech就是啊 对啊 政府不开 基本上还是因为政府的保守 所以这是政治 因为官僚的这样子的一个保守 固步自封 对 我觉得其实以前台湾的官僚的素质很高 因为都是很优秀嘛 学历啊各方面都很高 可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 进步的太快了 你可能每十年 每五年就有很多新的东西 你想不到 想象不到东西出来了 那你就要一直不断的与实际俱进 其实的确是有一点困难 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被抛弃了 就锁过 那就锁过 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台湾的企业 企业 台湾的生意人 台湾的朋友们 这一点的灵活度其实是很高的 我觉得台湾人的灵活度是很高的 很知道说 现在哪里有商机 现在社会的世界的趋势是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在前面 可是很可惜的就是 带不动我们的政府 而且就像刚刚印钞所讲的 你会发现台湾很多东西都会很政治化 尤其是现在就很担心说 这样我是不是图利了谁呢 我是不是图利了这个图利了那个呢 那你就是要图利老百姓啊 对的东西 你就要尽量让它发展啊 然后你怕这个怕那个 最后就变成 你就变成是 绊脚石了 变成是石头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请这个杨印钞来跟我们谈Fintech 除了讲到说讲到台湾的这一块 那待会休息一下 我们要继续回来跟大家聊的 就是说现在出现很多的Fintech的东西 我刚刚讲要去中心化 甚至于想要取代央行 那最近台湾的央行也说 它要来发展区块链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区块链就是要取代央行的 那央行说它来发展区块链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我先把你控制住 我让你不要来取代我嘛 未来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整个的金融 其实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会完全的不一样 马上回来 在我们现场呢 今天的这个经济趋势里头 我们跟大家请到的是 台湾易康Fintech集团 及清晰资本首席资深顾问的杨印钞 那么待会呢 我当然一定要问那个印钞一下 就是说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美国的股市的反应呢 为什么变得好像是一件好事 待会听一下印钞的意见 而且你刚刚有提到这个鸿海 印钞也是 你算是对 除了郭台铭之外 不要这样讲 最了解鸿海的人吧 不敢不敢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都问他 好 先问你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央行 包括台湾的央行 最近也在讲 就说他也要来研究区块链 他也要来发展区块链 然后很多的央行都说 他们要来发展 类似像比特币这种数字的货币 当然也有很多的国家就也在讲所谓的五指化 这样子的东西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个区块链这东西 央行研究是好事情 至少他要了解什么东西 不过我觉得做下去 跟比特币说话其实我觉得风险很大 我现在打个比方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益康有研究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密码印证 现在有两种印证方法 一种是软体印证 一种是硬体印证 我稍微解释一下 软体印证的话就是像您在电脑 只要打入密码就可以进去了 软体印证很方便 问题或者是在信用卡 你在网上买东西 放信用卡号码就买东西 所以软体印证是很方便的 方便问题就是后面安全是很危险的 因为有人有你的密码 有人有你的信用卡号码就被盗刷了 很容易被盗用 对像比特币有这种东西 就是你在软体东西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自己说软体 软体被盗用 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谁有密码就是你 对对对 所以这是蛮危险的事情 不是说不好 就是其实很危险 那硬体印证的话 就是比较好 不比较麻烦 像可能各位注意到 现在信用卡 他们都有一个小晶片 对 因为就是为了硬体印证 所以的话就是之前的话 信用卡你一刷 它出去是把你卡号出去 对 卡号出去的话 大家一测入的话就不见了 对 而且卡号没有什么保密性 是你那个晶片就硬体印证了 晶片刷会 非要这个晶片不可 对 晶片它会创造出一个密码 一次性密码 就你刷的话 因为你的晶片 它的密码就晶片做了出来 就一次性 就一次性了 所以你就算被你抓到了 也没有用 它下次又换了 对 就叫做 所有号码被人家拿到 它是没办法用的 没有用了 对 当然它除非在网上买东西 还是可以 对 只你要用那个机器 那个POS机器的话 就不行 对 你没有那个晶片 所以现在信用卡公司就强迫 商家一定要换那个新的机器 用插进去的 用晶片 信用公司也说 如果你不换机器的话 以后到处是你负责 因为现在是信用卡公司负责 因为现在这种争议太多了 对 所以才说硬体凭证安全 不过比较麻烦 所以你刚刚讲到什么区块链 或者比特币 不是说不好 只是有点风险 所以可能要更完全 那另外的话就币值 像币值或钱 这个是几千年发展东西 像美国之前 他发的美金 后面倒有黄金来支持他 是啊 金本位 你不能乱印东西 对 比特币都可以乱印 乱印到最后 你不知道 像美超也乱印 美超也是乱印 没有错 美超乱印 只是后面还是有个美国经济体 就像台币后面有个台币 台湾经济体 你比特币后没有东西 他哪一天万一不见了 或怎么样子 你去找谁呢 银行岛你才找到人 这个倒了 当然机会很小了 只是说这种 我就讲到安全的问题 现在很多东西的话 都方便 只是不安全 那就说方便安全 取个平衡点 可能 所以回到 李文宁 问的问题 就是说 央行了解区块链 觉得是好事情 绝对是 那当然了解 就像我刚刚讲的 Fintime一样 你要了解 才知道说 做或不做 或怎么样做一些 什么法律措施 是好事情 不过我觉得区块链 这东西 可能要一段时间 才真的看到应用 现在还在 还在摸索中 对对对研发中 所以Fintime一样看得到 可以马上赚钱 应该马上做 那区块链 可以再研究一段时间 是是 好那 我们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 川普当选之后呢 他不是一个神经病吗 不是一个大灾难吗 大家都这样讲啊 是 可是 美国的股市反映起来 不是这样子啊 是 怎么了 那个 你怎么看川普当选 就从这个经济金融面来看 是因为我从小在美国长大了 其实我是共和党员 所以我问错了 你本来就会支持他 是这样吗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觉得 你有去投票吗 有 真的啊 都不敢讲 以前都不太敢讲 会被骂 所以你有投川普哦 这会被骂的 好了好了 不会啊 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在美国住了 我觉得美国文化 比较不一样 就是美国几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可以 就是参考一下 第一个 我觉得川普很好的例子 他选举前 两个骂得一塌糊涂 选完之后就和解了 或者我再往前讲 我先讲奥巴马跟希拉蕊 对 这两个也很严重 八年前 初选 后来奥巴马当选 他有气度 希拉蕊当国务卿 对 我们台湾怎么可能 就是我觉得 他的气度 我觉得可以学习说 你选前炒是 fair again 可以炒 选后的话 都选出来了 可是美国现在不是很多地方 都还在抗议川普吗 还是有 不过我觉得有是有 那是他自由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慢慢会下来 OK 慢慢会下来 就是不高兴也有了 不过像川普他也知道 我打几个比方 川普之前说 当选之后 非法移民全部抓起来 对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抓犯法的非法移民 那那些支持川普的人 会不会觉得我被骗了 可能都要有一点 不过川普已经在 川普也是跟他讲 就是川普也讲说 他之前讲了一些选举语言 他很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川普 比较就是比较喜欢他 我觉得他是商人 对 可能为商人 商人的话就是做什么 有利益 对国家好就会做 比较没有意识形态 对 就利益 那当你讲不好 他会摇摆了 法家 讲不好听是这样子 你像他讲东西 第一个 移民的话就没那么严了 只会抓犯过罪的 没犯罪就不管你 第二个他不知道盖个墙吗 那个墨西哥 对 他现在变竹笠吧 对 对啊 他就改了 他之前骂女生骂多严重 性别歧视 他已经过了两个 进他内阁女生 今天早上好像公布 第三个就是我们华裔的 那个Elaine Chow 赵小兰 对对 赵小兰 没有错 然后看到新闻这样写 对 因为我看他有进去 那个川普大厦 他有去他家找他报道 前前上个礼拜的样子 果然就是 果然就任命他了 他又任命少数 少数族医 又任性女生 是 完全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白人男生 是 什么老男男 我们讲 所以我觉得商人有这个好处 他会做对的事情 你讲的没有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就是说 包括我看一个 韩国非常非常大的企业的第二代 他也认识川普 他也是这样讲 就是说 你知道政治人物最大的特色吗 就是说这种老练的政客 就是像希拉蕊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永远不会解决问题 对 就像蔡英文说 我要解决问题 他永远不会解决问题 因为问题解决了 还要你们政党干嘛 还要你政客干嘛 所以他就是靠这些问题的存在 然后每天讲一些政治正确 讲很好听的话 然后那边或来或去 或来或去 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可是商人 尤其像川普这种大声音人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 他这个经营企业的人 他没有办法忍受 有一个问题在那边 然后我视而不见 不处理 怎么可能 我马上就影响我的营收嘛 对 所以他会去处理问题 而且他是务实的处理 务实 对 因为对他来讲 他一定会非常的务实 他不是那种 就是说 他不是那种意识形态的旗右派啦 对 对 所以我才想说 郭台铭应该出来选总统啦 所以你支持郭台铭啊 但他没有 他说他没有要出来 他现在应该不敢讲 很多见光死 不敢讲 所以你内心也是期待就对了 就出来做事的 就是不要有意识形态 那川普为什么当选了之后 马上美国的股市就不一样 好 那个立文你这个问得很好 因为我在做分析这么多年 我发现股市永远是 所谓的leading indicator 叫领先指标 对 所以而且更讽刺的 人家 而且他会提早反应 对 他会提早反应现实 对 更讽刺的之前以为说 希拉蕊跟银行好 现在涨都银行股 对啊 不是希拉蕊跟华尔街多好 又多好吗 对啊 都银行股 因为大家都看出来 就你讲川普务实 对 他会做对的事情 第一个就减税 所以我刚讲我在美国长大原因 就是说 那时候加入共和党 就因为雷根的关系 就想要雷根 在你小时候支持过雷根 雷根 我觉得那时候雷根真的是个偶像 就是又会讲话 对 我觉得雷根好处就是说 他其实不聪明 不 他知道说找聪明人来 他不会怕 不像说 不要讲谁 就是你 你要找聪明 你不能说怕下面功高震主 觉得你讲的应该是马英九 没有 因为美国领导是这样子 就领导人他是有远见的 他要找聪明人 就是有点像蒋经国这样子 对 有不懂经济 找经济人 对 他放权 我觉得雷根有这个好处 川普就务实 就是我觉得这个领导人 就比较好 就不要 你不能一把抓 你没有空 你拿那么多时间 而且你没那么厉害 对 拿谁 世界上有谁什么都懂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川普有点像 我觉得他就是务实 他会找他需要的人 他可能不懂外交 他可能不懂国防 就找那些人来帮他忙 我觉得你刚讲的很好 就是生意人看到东西 就想把它修理好 小问题 就看着很不爽 当然就是说你讲不好 就是他可能讲太直了 他得罪很多人 也可以理解了 所以很多不喜欢他 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因为他不会讲一些 政治正确的话 对他没有必要 他就是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那我跟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是共和党的 他们最近也跟我讲 那我只跟大家建议说 给他一些机会 他做不好再骂还不急 他还没有开始做 当然我可能做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可能 可能有 那我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美国是 这个股市是有点看好说 他出来 对 他接任了以后 美国的经济真的会变好 对 第一个你减税 你光减税这一点就很好 我打比方来讲 就是我们看股票 所谓的本益比 对 本益比的话 是看那个EPS 如果减税的话 EPS就变高了 什么都不要做 你光减税 你EPS涨10% 你股价就涨10% 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就光这个事情 光减税一个4就出来了 但另外的话 他把工作带回美国 大家最近在讲说 可能iPhone回美国做 或者infrastructure 他盖什么桥 机场 这东西的话都会 增加工作机会 我觉得所以大家看出来 他是美国为主 他讲很多次了 就美国为主 所以我觉得我们亚洲 台湾要小心一点 就是美国利益为主 他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是商人 所以什么招对他好 他都会做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看准了这一块 那因为全世界都在异策 我也经常在讲 就是说 传统的这种国际政治 或者是这种安全的专家 这种老的这种专业 或者是像希拉蕊 这种政治人物 他们都会朝一种 新冷战的局面 去做一个发展 那就是唯独中俄 那么包括他们要来 亚太搞这个TPP 也都是背后 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可是川普他现在要 美国孤立主义 他说他不想要去管 全世界的事情 可是大家不要把他想的 很像卡通一样 就说那下一分钟 他就从世界各地消失了 回到美国 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他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中国就看准 这个商机就说 如果是像希拉蕊 这样子的传统的政治人物上来的话 他一定想尽办法用各种政治经济的手段 其实是打压跟围堵中俄 可是川普就不一定 他的变数会比较大 大好大坏了 所以他有可能变成是 我刚刚说的新冷战 全面性的对抗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跟未知数 就是说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交易 所以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其实想要朝大交易的方向去进行 就是说好啊 因为生意人他不会有利益说我视而不见 然后我要搞我的意识形态 所以他一定是投其所好 那你想要的利益是什么 那生意人就是这样 只要我有机会可以做生意 他就会他那个鼻子很灵 对不对 他就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是投其所好 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全面性的做一个大交易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意啊 都可以交换啊 都可以交易啊 那如果是一个全面性的大交易可以成的话 哦那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Econ Fintech集团的杨映超 在跟我们谈这个金融的趋势 经济的趋势 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Fintech的发展 以后有机会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啦 是一次讲不完的 但我觉得可能让大家更好奇的是川普的当选 那么当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如上考比 然后呢对于未来如此的惊慌失措 然后做出各种可能的猜测预言 你看那个纽约时报 基本上说就是因为川普就是尝试重新跟这个媒体修好 纽约小伙还说不可能的事情啦 就是不可能啦 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被你摸头啦 就他还是很情绪化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在台湾看到就觉得说 美国人很多人还是很难接受川普的当选 包括现在要验票等等的 可是你在美国感觉的氛围不带是这样子喔 是我觉得当然这次的分裂是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是一定的 像我很多朋友住加州的就不太喜欢川普 对啊加州就很严重啊 加州不是要独立了吗 是啊我们的开玩笑 那个墙应该盖在加州旁边 那个墙不要盖墨西哥盖到加州算了 开玩笑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媒体的力量 因为大家在台湾可能不觉得 我们在美国 其实我最近才发现 美国媒体是很偏的 对 很偏liberal 尤其CNN 尤其是New York Times 所以嘛 我之前就在节目里面讲说 我看CNN的时候 我觉得CNN跟台湾的三立是一样的 跟三立在支持民进党是一样的 那个CNN在修理川普 简直是发疯了 是 我看开票那晚上看CNN 对 他就说福里的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他一直还在 而且他一直浮出西他人领线 我想说你眼神还是太可悲了吧 真的 所以他们媒体 用不住台湾 不懂美国媒体 美国媒体真的很偏 因为你看对台湾来讲CNN 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 可是我觉得他早就不是这样子了 而且因为你现在网络媒体 什么各方面媒体这么的发达 社群媒体这么的发达 所以他们这些主流媒体也在 就是反省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些网络媒体 通通都是假的新闻 就是因为这些假的新闻 所以才让川普当选的 因为你们这些人 通通都相信假的新闻 不相信我们这些主流媒体 所以希腊人才输的 很没有封读 是没有封读 其实你讲的我也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很多人开玩笑 因为八年前 共和党也不喜欢欧巴马 欧巴马赢了愿赌服输 就没事了 那为什么这次人家赢了 就出来抗议 就不太公平 两套标准 只能自己人赢 别人赢就不行 不过这个就是民主 大家可以很自由的 所以你觉得像New York Times 或者是新闻这些 本来就藏起来 他的立场就是很鲜明的 对很liberal的 其实New York Times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他们出来道歉 选完他出来道歉 有啦有啦 他们也稍微认错了一点 我觉得好事情 我觉得美国是比较好 就是真的会出来道歉 而且美国意识形态有 不过比较没那么严重 因为美国有Fox 像我们看Fox的话 就比较偏另外一边 就有点偏 我以前觉得福斯 比较像三立 现在觉得CNN也是三立 全面三立化 都是 台湾其实走在世界的前端 这个是真的 是不是 台湾是引美国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 现在台湾说 要学美国的什么浪潮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台湾是领先 领先很多的浪潮 所以说这个川普是在我们后面的 民粹 对我来的解就是说 民粹当然都有啦 你知道美国你说什么3K党 都有 只是我觉得美国 多数人是比较理智的 多数人也出来 共和党也出来说 至少给川普一个机会 对不对 他做坏再骂也不及嘛 可是为什么选前很多 连共和党的人都跟川普 划清界限啊 很多啊 对啊 我觉得就他们 所以我才说美国是比较理智的 虽然我是共和党 我不一定要投你 我要投好的人 就你问我对不对 如果那个谁啊 那个Sanders出来 就是民主党的Sanders 对我可能会投他 是哦 对 可这样左右不是差很多 是 他很左欸 很左对啊 可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蛮理性的 然后他也代表一些 但是很左没有错啦 不过他就是 我觉得他比希拉蕊会安全 他知道诚实 对我来讲诚实很重要 对不对 我这时候在台湾 都没有人要相信我讲的话 我就说希拉蕊是一个 糟糕透顶的候选人 对美国人来讲 就是你说的 他就是已经是说谎成性了嘛 对很多美国人来讲 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希拉蕊啦 是啊 你知道一个月前 我那个 我在美国普渡大学念书 普渡大学校长来台湾 那我们就接待他 他之前是两任州长 两任共和党的州长 他是Idiana州长 他接他的人 现在是川普的副手 所以他这个是老鸟 正是老鸟 连他都说他不一定要投川普 连他都跟我们这样分析 那你刚讲希拉蕊 连他都说共和党任何一个人出来都会赢希拉蕊 对 我也是这样子讲 那你刚才是一样 我就是这样讲 我就说其实就是共和党一定会赢 只是说共和党 没有大家没有想到居然是川普 就这样而已 他们都很 对 那川普就是比较争议 因为他就是跟传统政治人物太不一样了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个人色彩太鲜明了 对 他讲话跟传统政治人物太不一样了 但是没有错 我觉得共和党任何派个人出来 都出来 对啊 那为什么共和党帅哥都出不来呢 我觉得大家都想变化 都想要变一下 是 不许回到民主风度啊 不许说没有投他 对 也打电话去恭喜他 是 比如克林特打电话恭喜他 我觉得就说选前怎么骂 选后就没了 为什么政党追杀 对 他希拉蕊啊 人家他之前说要把希拉蕊关起来 对 要搞个什么 独立检察官 对啊 特征主力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专任的检察官要调查希拉蕊 会吗 没有啦 他就没有啦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商人 就是他谁当选 就是赚钱利益为主 不以什么意识形态啊 什么查党产啊 真的 就是不一样的想法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 民主就这个样子 因为论途复苏 你选出来的就是大家总统 你耍不耍另外一回事 就欧巴马 欧巴马八年其实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譬如说那时候欧巴马刚当选的时候 就会有人觉得说 一定美国一定会有很多很保守的 没有办法接受黑人当总统 更何况他还被怀疑曾经就是穆斯林 对啊 对啊 搞不好会又被暗杀或什么之类的 就他没事嘛 那现在川普当选之后 又有很多这样的声音耶 就觉得说 在美国这个受不了川普的 尤其这些少数族裔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会不会川普也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命运 是 所以你觉得 其实你还是对美国民主庭有信心 我蛮有信心 就我认识的人 我看过那么多年 就是 你的感受啦 对 在美国的感受 不是像我们在其他国家看的 好像鹤立丰生 很对立 很仇恨这样子 你想想看 之前那个occupy Wall Street 闹多大 对对对 占领运动 占领华尔街 现在大家已经忘记了 对啊 出来发泄不是坏事情 我觉得美国自由发泄一下 然后就还是回到民主制度了 不会说 不可能说什么占领立法院 这种东西 民主制度还是有啦 对游行也是会 规矩游行 那当然也有被抓的 只是说 比较民主一点 比较理智一点 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一定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我想自恋这种人 你就会发现说 你有时候讲话头其所好 对 他就会 他这个会挺take personal的 那如果你讲话 你捧他 我觉得他就会很受用 对 那如果你瞧不起他或怎么样 他就会很不高兴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人格上的特色 只不过就还好 他是一个生意人 对 所以他不会被这些个人的所好影响 他的这种 他很有那个生意的强烈的直觉 我觉得这是他对所有事情判断的最终的那个直觉 还是他做生意的直觉 你看现在他们选国务卿 最重要的是国务卿 对 他竟然在考虑 米尔罗姥尼 对 竟然会考虑他 对啊 竟然考虑他 那时候骂到 两个对立成这样 可是也 不是他的那个幕僚 就是叫他绝对不可以用罗姥尼吗 对 他也不高兴 至少川普有这个气度 至少会考虑他 是 有可能装出来也不一定 但至少不会说拒绝往外户啊什么东西 永远不要想跟我怎样怎样 对 你看小英就不可能用苏贞昌 就像之前我觉得像宋楚瑜之前就也很有能力啊 如果十几年前用他不是很好吗 这种很难讲了 马英九跟王金平都搞不定了 还搞到宋楚瑜了 太难了 所以你会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就会变成是这样 不像美国这么的 我觉得他们也是成熟 你不觉得吗 对就像我们在外置 不会这么的孩子气 就是我我跟你一辈子的仇更记得 我们在美国公司 就是我在外商做得很愉快 好啦 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那个我们以后还是会请英超来我们节目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又常来哦 恭喜